50万名确诊者迟迟领不到居隔单 有人解隔了还不知道居隔单在哪 因为拿不出隔离证明被寄矿值 甚至害高中生无法参加大学面试 一张居隔单高得天怒人愿 证愿在派唐凤优化系统让民众申请补发 只要是你在居隔然后到了第三天过了 那你就自动进入这个补发的系统 确诊者隔离通知书补发对象申请条件 必须是在今年5月1号到5月26号确诊 但迟迟没收到电子隔离通知书 或是在5月27号之后确诊 未在三天内取得通知书的人 用健保快一通APP申请最快 进入健康存折点选申请COVID-19数位证明 进到申请系统最下方栏位 确诊者指定处所隔离通知书补发 填写手机号码居住隔离地址就能送出申请 最后再下载或是列印出数位证明 我们每天可能7万或是8万 有顺利拿到相关的这个通知书 就有百分之55% 就从上线以来已经7000多位民众来使用 蓝军大骂为何说破嘴讲了快两个月 当中确诊人数标到八九万 系统才要改善优化 终于要改了 但是过去已经浪费了多少能力 堕落跟傲慢 以及慢半拍的官僚体系 疫情蔓延的最大罪魁祸首 行政怠惰其实害死了很多人 再来讲这应该可以申请国陪 你现在就算开始优化 会有多少成效 其实我看谁也不会知道 一大群辛苦的工程师 努力工作之后被一个政客给收割 如果今天唐凤觉得自己是天才工程师 请你现在就把他修好 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大家 那个系统出的问题太多根本修不好 民众拿不到居隔单心急如焚 蔡政府亡羊补牢 究竟能博得多少信任 据点于盛行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旺旺水神抗俊益 他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骚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七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七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